你也很抱歉 我真的很抱歉 我真的很抱歉 透過視訊終於看到好久不見的家人 脫北者金蓮姬 再也忍不住 痛哭失聲 我還是很想看 我的兒子很想看 整整六年金蓮姬和家人離散 分處南北韓 因為她在2011年時 為了治病遠赴大陸 但後來卻被人蛇集團沒收護照 她輾轉前往南韓 希望能賺更多錢 但沒想到這一去 就被迫放棄北韓國籍 再也回不到北韓 錯過小孩的成長 也不知道能不能和年邁雙親 再見到最後一面 明明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 但無法通電話 也無法寫信 金蓮姬的母親 因為過度思念女兒 哭瞎一隻眼睛 儘管金蓮姬全力奔走 只希望能夠回到北韓 但礙於南韓現行法令 她想和家人團圓的心願 恐怕很難達成 金蓮姬和家人 只能透過CNN記者安排 隔著視訊聊天 儘管在南韓能賺更多錢 也重獲自由 但對像她這樣的脫北者而言 沒有什麼彼得上和家人團聚 來得可貴 記者綜合報導